柯文哲的儿子在12月13号接到了诈骗集团的电话 声称他在网路上买书交易失败了 是要按照他的指示去操作ATM退款 然而市长的儿子真的照着这个指示 来到了台北新义区的某一间超商ATM 这个小时前后他操作了七次 最后发现账户少了15万元 才惊绝被骗 急忙报警 警方目前已经逮到了两名车手 将会依法整办 监视器拍下一名男子到ATM前操作提款 手上还不断摸着手机 镜头转到另一边 还有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 冷静的排队等待提款 但其实他们的身份是诈骗车手 而被诈骗的苦主 竟然是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儿子 他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 说在网路买书单交易失败 得依照指示到提款机操作退款 他前后交易七次反被诈骗15万元 察觉不对劲立刻报警 警方已经循现逮捕两名诈骗车手 并提醒民众看到可疑的电话号码 或是解除分歧付款设定 重复扣款或升级VIP等关键字 就要立即挂断电话 避免上当受骗 华市新闻沈利荣 盧沛君台北报道